主席 主席不好意思 來 委員長 好久不見了 那剛剛 其實我聽 黃黃寧委員陳其邁委員的 質詢 坦白說 你所涉及的案情 恐怕不只是監察院 恐怕不只是監察院 來我給你一個小小的 有機會啦 藏羽的你好怎麼講 紫西德的 你會 還是送監察院好了 其實你剛剛涉及的那些 都是應該要送 廉政署 都是送特徵組 因為你剛好也是 馬英九案件的律師 所以 跟賴素如 我看剛好 兩個都是馬家班的律師 都涉及了這相當的案件 非常可惜啦 委員長 你其實有機會 有機會 好好的 來替盟帳同胞做一些事情 我再請教你 你覺得 你覺得盟包帳包 跟 中國 他們來台灣 或者說跟 這個東南亞地區 他們的配偶 他們來台灣 應不應該有差別的待遇 我們關注的是 所有盟包帳包 包括在大陸地區的 在海外地區 我現在問你如果來台灣 他們應不應該有差別的待遇 這個因為我沒有涉入這個工作 所以我沒有去研究 他們之間目前的 你怎麼沒有涉入這個工作咧 剛剛 剛剛 剛剛你回答 黃文玲委員所提到的 那是在台藏人的配偶 在台藏人不是藏包嗎 在台藏人不是藏包嗎 是藏人 是藏人 但是我講的不是說大陸人 這些藏人其實是印度來的 印度來 那他拿的是什麼簽證 他沒有簽證 他是印度旅行證 他是 印度旅行證 是達賴喇媽發的IC 對不對 是印度政府發 他們有一個RC 是流亡證 不是達賴 流亡 那是印度政府發的印度旅行證 那 對 那流亡政府有發他們的身份證 是印度人 那個藏人的另外一個繳稅證明書之類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處理他們的入境問題 都是依照印度旅行證 好 他們到其他的國家去旅行 其實也相當於護照 這個流亡政府啦 簡單就是流亡政府的護照 他們到其他國家 其實都接受了差不多相同的待遇 等同的待遇 報告委員不是 什麼獨獨 獨獨在你這個領證之下的這個盟障委員會 來台灣經過黃文林委員 田秋勤委員 上次的協調 為什麼他們的待遇 還是一樣要比其他的 其他的族群還要更低一等 不是第一 是優 優 哪一個優你說說看啊 如果他是拿著別的國家的旅行證 我們都沒有現在給他這樣一個拘留的待遇 因為他們如果是拿護照 那當然就是跟外國人完全一樣沒有差別 因為他們拿的是印度旅行證 那如果是拿旅行證的話 其他國家其他族群的人 我們也都沒有給他這樣的一個拘留的一個辦法 讓他可以拘留 委員長 唯有這個葬人 委員長 那一場協調會你有參加 本席現在問你的是說 這個在台葬人 那麼如果通婚 也就是藏族的配偶 他跟中國的配偶跟外籍的配偶 為什麼要有差別的待遇 你在跟我回答什麼 是拿他的證件不同有差別 不是因為他是說大陸或者是外國 因為他拿著證件如果拿的是護照 你因為這個證件所以就歧視他們嗎 不是歧視 不然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籍的配偶只要來申請到現在 當然是逐步開放 現在只要申請團聚 那麼在面談之後 他就可以結婚登記就可以申請居留證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跟藏籍通婚的沒有辦法 他現在這樣也是可以馬上就可以拿六個月的居留 居留但是還要再出境啊 對那個是長期居留 還要你要考 你還要 你還要觀察他兩到三年啊 對不對 一到兩年 三年以後你還要再考核啊 不是沒有 你因為他是藏人 結果 結果他要考核兩三年 不是 然後因為要考核 考核決定他是不是藏人 所有美國人跟外國人結婚的情況 移民署都有做這樣的考核 包括大陸地區也都有 委員長你到底有沒有進入狀況 你 奇怪你 你比移民署的官員還要更嚴苛 沒有沒有 你到底是站在 你到底是站在 藏族同胞立場 還是 這個我們這個 這個移民署的酷吏啊 我們是站在 藏人的立場 我們所以 特別開了一個門 讓藏人的 你特別開了一個門 你嘴巴講的特別開了一個門 說跟黃文靈委員回答說 去年已經處理過了 是啊 原來的確是 原來的確是沒有辦法 但是你這個規範出來以後 你其實比中國配偶 比外籍配偶都還要更加嚴格 我念給你聽 外籍配偶在2005年之後 外管審查結婚資料 就可以拿居留簽證在台灣 或者可以直接申請停留的簽證 中國籍的配偶更寬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身份證喔 那為什麼獨獨 獨獨藏族的配偶 還要經過你 這個兩到三年的 這個考核 考核之後還要面試 報告委員 這是因為拿旅行證 全世界有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他預期拘留的話 他無法遣返 因為他可能他的原國不接受 因為他預期 他原來旅行證就失效了 所以在審查這種狀況 在其他的國家的旅行證 我們都不給長期拘留的 唯獨只有藏人 因為他狀況特別 所以我們才定這個辦法 讓他能夠說結婚後 一年或兩年之後 可以長期拘留 所以這是因為他持的證件 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才這樣子的一個區別 但是對他是優待 而不是不優待 印度政府也承認這樣 也承認這樣的一個證件 那是印度政府發的 不是他 難怪 難怪 其實也不過只有十幾隊 已經有兩隊拿到的身份 不過只有十幾隊 十幾隊坦白說 一個立法院委員的辦公室 都可以幫忙 都可能幫忙處理的數量都比你多 他提出十幾隊說 有的還沒結婚 有的才剛剛結婚 看看要不要結婚 那有的結婚的 已經有兩隊已經拿到的 那結婚的呢 還在考慮要不要結婚 怎麼會跟你申請 那不是說八道什麼 還沒有結婚 怎麼會有叫做 藏族配偶的問題 他在考慮要不要結婚 考慮要不要結婚 就透過黃黃鈴來拜託你喔 不是我們從天委 是要請你做媒嗎 不是不是 他們已經交往甚至有孩子了 但是他們還沒有辦結婚 他們是想說 看我們這個規定辦得如何 然後他再看要不要 那就是因為你的規定這麼複雜嗎 就是你的規定對藏族 藏族配偶有歧視嗎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比照 我剛剛所提的 中國籍的配偶 或者是外籍的配偶 你連這些都不如啦 不是外國籍配偶 我奇怪 我留你們這個 留你這個單位十幾隊 這個配偶都沒有辦法做到 如果是外國籍配偶 拿的是旅行證的話 他連這個門都沒有 來啊 今天今天質詢之後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答應說回去 再好好好好來 再審視一下 審視一下這些規定 沒問題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比照 你至少比照 你是盟葬委員會 今天我們未來你併入入委會 那中國的配偶是這樣 為什麼獨獨藏族的配偶是這樣 因為所有的證件跟他的狀況 處境是不同的 大陸人我們可以遣返 如果他在這邊有什麼狀況的話 那個 如果是拿旅行證的話 是常常無法遣返的狀況 三年之後恐怕條件也是一樣啊 而且這樣人也來台灣 好啦 你不要鎮壓我時間啦 請你回去 回去 一視同仁好不好 我待會這張給你啦 為什麼獨獨藏族比較嚴格 那個請 孫主委好嗎 請孫主委 請孫主委 其實已經很長的時間了 很長的時間 你當年參與這個原住民的運動 那麼有些理想 那麼有些有關原住民族自治 我還我土地 各種目標 甚至包括你剛剛提到的 你希望原民會 可以比照 紐西蘭或其他國家 對原住民族的這個 這個尊重 或者是一個 當作是一個標竿 這樣的一個建築 但是啊 我觀察你 我從 從剛剛李軍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原住民族自治法 到原民會 你要不要搬家 坦白說我都看不出 我都看不出說 你做這個主委啊 這有沒有辦法 有一點能力把 把這個原住民 大家所期待的東西 往前推一點 一步都沒有 一步都原地踏步 一步都沒有動 你的翻刀喔 你的翻刀只有在家裡 你在那邊晃來晃去 吊阿郎當晃來晃去 坦白說 你拿到 法案過不了 你拿到國民黨的中藏 翻刀拿到國民黨的中藏 我們有個八十三條喔 在立法院 在打了一年耶 我們不是沒有進展 我們一直在努力耶 這個當然 我們可以自我要求很高 這完全沒有問題啦 你原地打轉 我也承認了 你原地打轉 可是我們沒有放棄啊 你承認了 我們現在還在努力啊 坦白說啊 如果這個事情那麼好通過 原明會說了算 這個事情早就過了 你看這個裡面牽涉到多複雜的問題 你都承認原地打轉啊 我們一個人形立牌 從結果上來算是 我們用原明會一個人形立牌 在我們一轉就好了 從結果上是原地打轉 還需要你做什麼 報告員在結果上是原地打轉 但是這個過程 其實我也看到行政院的官員 還有我們的社會 也越來越了解 包括司法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有一些進步啊 我也當然不滿意啦 你年輕的時候 你志氣沒有這麼小啊 這個年輕的時候 志氣這麼小 我告訴你 年輕的時候想當先知啊 志氣很大啊 我告訴你 你現在還是只能當先知啊 你當主委 我看還是真的 真的只能打轉 我也了解啦 只能打轉 不會啦 你總是要設 你總是要設階段性的目標啊 有啊 其實你的 我們一直在設這個階段性的目標 你給我講一下 我現在沒有問你啦 你的原明會在我的選區啦 坦白說你要搬走 我還有點不捨 我還不見得跟他們意思一樣 但是你說 你說你原明會有一個理想 希望喔 希望來標示說 這個所有人看到這個原明會 那他的建築不一樣 大家對原住民的重心 都是不一樣 你從那個建築圖騰表示出來 對啊 那你要做啊 我在做啊 你要 你很多機會可以做啊 顧工提 顧工不是大支持而已啊 你提不出來 人家怎麼支持你啊 我一次都有提耶 大顧工人家 他懂得跟馬英九說服要變三百多億 請支持 你原主你支持 你案子在哪裡怎麼支持 我們可以把我們這段 你好你告訴我 對 你不要一定要支持 你愛抬槓 我沒有抬槓 你告訴我 那不是我的苦衷啊 你告訴我 你提過哪一個案子 在哪裡改建 那個原住民族委員會 我 我一來就每天 哪裡 看地方啊 哪裡哪裡 好多啊 所以不能亂講啊 有沒有設計 有 都有 拿出來 我現在拿給你 拿出來我們支持你啊 之後給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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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啊 如果在我的選區我支持你啊 之後給你好不好 沒有 不要為難我 沒有 你講說沒有就錯了 我就跟你講有 我跟你講你的翻刀 我之前都是敵死不從的 你剛剛講翻刀拿到部落裡面 在那邊走來走去 沒有部落 我告訴你 翻刀拿到國民黨的中常會啊 翻刀拿到行政院院院會去啊 那不好啦 那不好啦 有什麼不好 這個游損原住民的尊嚴啊 這樣會游損你的尊嚴啊 你的翻刀比較小 我們原住民砍人也要看一看啊 對 我有叫你砍人嗎 沒有 你的意思好像是這樣的意思嘛 對 翻刀要出竅啦 好 事實要出草啦 是是是 都支持 就光在那裡打轉喔 就不像個原住民 大川兄 結果是打轉 但是過程是有進展 所以呢 你停留很多支持啊 你永遠都停留在過程啊 永遠都不會有結果 人生本來就在過程啊 任何社會也都在過程 哪一個人到最後去了呢 你這種先知齁 還是下台好好去把 寫寫你的人生的過程 你如果要這樣講 我本來就是這樣嘛 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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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